好车来了 来 稍等人之间敲着小铜锣 准备带着小baby一块来抓州 为了让新竹市的孩子们体验传统习俗 新竹市政府即将在10月21号举办抓州活动 名额只有一百座 只要是涉及在新竹市的105年8月21号 到12月21号的宝宝们都可以报名 新竹市政府呢 特别在10月21号 我们要来办一个幸福好运宝宝抓州的一个活动 邀请我们全新竹市的这一些孩子们 刚出生一岁以上的这个孩子们 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有意义的一个抓州的活动 新竹市民政处是首次办理抓州活动 希望送给新竹市的宝宝们诚值的祝福 而这次的活动共有六大关卡 每一个关卡都有不同的意涵与祝福 最后还会送给每一个参与的宝宝们纪念品 对参与的亲子家庭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们的小朋友小baby如果完成这个五关 五度五关的一个抓州的游戏闯关以后 我们会赠送他一个状元帽做纪念 也会给他一个完成抓州的一个证书 是我们新竹市政府第一次主办宝宝抓州这样的活动 是为了凸显我们是一个幸福好运 怀孕的运 我们是一个幸福好运的城市 希望大家能够增进亲子关系 然后大家能够赶生 让我们这个城市更有活力 台湾传统礼书中 抓州是宝宝成年礼以后的第一件大事 在米塞上放上各种不同的物品 看看宝宝第一件抓起的物品 预测宝宝未来的志向 是一件合家欢乐又有趣的传统习俗 凯会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